台行政机构准负责人林全日前宣布 现任民代郑立军将出任台文化部门主管 台中市副市长潘文忠将担任台教育部门主管 郑立军和潘文忠在克刚调整问题上 都要求回到陈水扁时期的克刚 任命两位明前有所谓文化台独倾向的官员 是否预示着未来台当局也会继续推行 含有台独立场的克刚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张亚中为您深度解析 美株议题持续在岛内引发争议 国民党日前召开记者会 明代赖事宝质疑蔡英文2016选前赴美 是否进行了多项利益交换 她让蔡英文出面讲清楚 到底有没有具体承诺美国日后处理南海问题时 可以让美国军机使用台湾基地 那么蔡英文真的会把空军基地让美军使用吗 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台湾社会会允许她这么做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张亚中有独家观察 环球网援引日本媒体23号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 四架美国空军攻击机和两架直升机 19号在中国黄岩岛附近的所谓国际空域 进行了飞行任务 美军此举是否证明了美方声称的航行自由 是美国军机军舰所专享的美式航行自由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为您深入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泛曼视频独家居民 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观点回答大家好 我谢清零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新闻 日前台行政机构准负责人林全 陆续公布了新当局的人事安排 现任明代郑立军将出任台文化部门主管 台中市副市长潘文忠将担任台教育部门主管 不过郑立军和潘文忠在克刚调整上 还没上任就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 要求废掉所谓争议克刚 对此台湾学者就指出两人台独意识浓厚 未来文化台独的走向昭然若揭 台湾高中克刚一般三年调一次 马英九当局2015年夏天推出了克刚微调 旨在去除台湾高中历史课本 一些有明显昧日去中国话倾向的表述 但却引发政治势力操纵一群高中生持续抗议 而近日岛内克刚争议再起 针对反克刚微调学生的抗议 台教育部门主管吴思华 要学生去找继任者潘文忠 而潘文忠则是透过新闻稿响应说 当年担任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但教育部门卫一程序研修 参与成员也不具代表性 这与个人理念不符 因此被要求不再督导该业务 也未再参与后续研修过程 潘文忠还酸吴思华 要了解社会克刚微调 缺乏程序正义及专业性之后 应废止争议克刚 要让克刚建立专业透明 多元参与永续的发展机制 另外将出任台文化部门主管的 民进党级民代郑立军 日前召开记者会 呼吁台教育部门应顺应民意 自行撤销废止体现 一中原则的微调克刚 改而实施 2014年以前充满台独思想的旧克刚 对此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 在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两个关乎文化意识形态的职位 都已由文化台独倾向盛名的人所担任 也因此几乎可断言 无论蔡英文未来 会在政治上或口头上 做多少的妥协与修饰 但文化台独的政策走向 是昭然若揭的 张亚中认为 蔡英文当局的文化教育政策 必然将以去中国化为主轴 这样的政策走向 必然将更进一步造成 两岸的认同断裂 蔡英文520就职演说 有多少华美的词早 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没有认同就难有和平 两岸关系危矣 这说明蔡英文未来 在推行台独路线时呢 文化台独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甚至我们可以讲 蔡英文未来实施系统的 文化台独政策 可能是其未来的一个施政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从李登辉陈水敬推行的 去中国化政策呢 已经对岛内认同 产生了严重影响 强化了分离意识 加深了岛内反中 恐中拒中的氛围 而从2014年的反文化运动 到去年的反克刚微调运动 这说明岛内部分青年群体 台独意识 已经从思想文化里面 扩展至社会生活里面 因此未来我们预测 蔡英文很有可能 采取一切的措施 比如说强行废止微调克刚 刻意宣扬台湾所谓的 多元文化力 以加深岛内的分离意识 为其操纵 两岸能力对抗做铺垫 对此我认为 两岸有实之势 应予以高度警惕 共同维护 两岸的文化联盟 就这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 清零 今天来到我们 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台湾大学张悦忠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台北大学 郑永平教授 教授你好 您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张教授昨天的文章 危险的文化台读路线 被很多人转越 当时文章中就预告了 在接下来的时候 台湾的教育和文化上面 因为主政者立场的问题 未来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您来 在节目上面阐述一下 您对于这两项人士上面的一些观察 首先是郑立军的部分 想请教您 您对他的一个观察和了解 我们知道像郑立军 他是算是民进党类 是非常年轻的 他的整个一个从政经验来讲 基本上跟基本教育会挂在一起 他是台湾智库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他原来是苗栗的立法委员 后来这一次当做不分区 他在苗栗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不断的去攻击 所谓的克刚的围调 为此不断的开记者会 换句话说 他可以就是一个反对克刚围调的代言人 我想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出任文化部长 我们可以知道他当然上任以后 不会去执行所谓的中国化的教育政策 文化政策 换句话他就会用所谓的多元 所谓的本土 不断地在进行一个去中国化的文化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命 从这个郑立军 他这么强硬的一个基本教育派 而他被所谓的蔡英文跟林权 把他纳入 那等于是对外宣誓 就是走一个文化台独的路线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子一个任命 其实他是对两岸关系的杀伤力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好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在未来台教育部门的主管 潘文忠的部分 我们也想请教您 您是认为说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我们知道潘文忠 他基本上原来是苏贞昌的一个幕僚 那后来他当然他的 其实他的出生只是一个中小学 他并不是非常在大学里面 担任过什么重要的教职 所以当然他第一个出任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诧异 那我们知道他这一次的出任 他能够得到所谓的被筛选 其实最重要的背后 就是所谓的教改团体 以及基本教育派台独团体的这个推荐 在整个教改界跟这个 克刚的这个界里面 大家都知道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绿的 而且是反对克刚为调的 包括我们看今天的报纸 他也在攻击 就认为说在处理这个克刚为调的时候 没有做到所谓的公正公开 那你可以从他这一次公开的这个教肖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跟现在立场是有一些出入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又把他抓来出任 当然我们知道司马昭之心 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不会是负责这个大学教育的 那他这次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克刚的为调上的时候 可能要把他重新翻转过来 或者采取更严格的方式 我觉得更所谓的台湾本土 这个基本教育派的方式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项的任命 基本上已经是蔡英文非常明确的一个讯息 就是他在政治上会许碍于这个现状 他会做一些口头的一个妥协 但是对不起 在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个历史文化教育上的时候 这个不止不会停止 可能还会加快的脚步 快速的进行 我想这就是造成两岸关系非常大的隐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另外我们还有听说说 在您刊登文章的时候的话 像中国时报是跟您确认一下说要不要署名 那就这个部分的话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当然我当时想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来讲 你也知道 郑立军一直把我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剑拔 那我当然也有参与过课本的这个审查委员 所以我原来想说 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私立大学的老师去挂个名 大家反正都是朋友嘛 虽然是一起联名或挂名 可是这些私立学校老师就说 他们真的不方便 因为如果说今天这篇文章有批评到 这未来的教育部长 他们担心这个学校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换句话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 我们讲说绿色恐怖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台湾很多人对这个问题 尤其教育界对于这个潘文中这个事情 并没有很强烈的发言 我觉得大家都考虑到的话 未来可能是个教育部长 那跟自己的学校有些影响 那如果今天率颜的发言的话 那可能会不会让学校受到一些关系 那我个人当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台大的政治系的老师 而且我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其实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就那我就算了 我就自己挂名 就给他给他刊登了 就这个样子 好另外的话 我们会观察到 就是台行政机构未来的发言人 童振源是表示说 民进党方面反对修改克刚 也就是支持原有陈水扁时代的克刚 这个立场是不变的 这是不是宣示着 未来台当局必将继续推行 含有台独立场的克刚呢 我们也请教一下郑又平教授 确实是这样子 我想是非常清楚 刚刚亚东兄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现在民进党在做什么 就是我台面上 我会让美国觉得可以接受 我要维持现状 然后呢 我会提出来各种委婉的模糊的说辞 提出来让你觉得说 你勉强可以忍受的一些这个说辞借口 然后我在实际上呢 持续的推动台湾在整个教育体制里面的去中国化 还有台独的这个死缸的观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尝到甜头了 从陈水扁 事实上从李登辉的末期开始 然后尤其是陈水扁的这八年任内 然后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 马英九也没有强力的拨乱反正 让陈水扁时期的这些台独死缸的观点呢 在各种的教科书里面不断的发酵 其结果培养出来蔡英文觉得很自豪的 就是台湾年轻人有相当大的比例 对于台独开始有了比较高的认同感 不管这种认同感是真实的 还是一时被迷惑的 他们认为说 他现在所培养这一群青绿的选民 对他来讲 是他今天当选的最大的功臣 那么如果再给他八年 他再去透过这一种克纲的扭曲 再去培养误导出来一批新的 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的手头主选民 那么未来的绿营 他在执政的基础上 他认为说 他可以长期稳定的执政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民进党绝对要坚持 有台独死关的这一个旧的克纲 而不愿意让这一个新的 让这个克纲呢 在经过调整之后呢 重新开始展开新的一页 另外我们知道 再有26天就是民进党上台 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些官员 就摆着冷不急的样子 他们为什么着急 他急的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还是说他们担心 有一些动作不太适合 在自己当政的时候来做呢 我们请教一下张教授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不适合 当政会再做 我相信当政以后可能会继续的做 只是换个别的方式的去做 那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我们知道民进党其实长时间的在野 在野的时候 其实你讲话是不必负责任的 所以说你可以不断的要求 所谓的走台独的这个路线 可是现在问题 当你已经要执政了 所以说蔡英文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蔡英文在表述方面就变得非常的保守 就说我们可不可以维持现状 我们可不可以尊重九二精神 他变成保守 但是民进党就像一个火车一样往前冲 你前面那个领导人想要刹车 或想要稍微圆一下的时候 可是后面那个力量是往前在冲 我管你的 我就这样子做怎么办 我反正拿着选票 然后旁边的这一群台独的基本教育这个力量 包括我们上次讨论过 支持所谓的这个陈水扁 是特色的事情 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上台以前不断的先把他们的 再去一个桥头堡 换句话说 我把立场景讲到这个地步 让李蔡英文再来修 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的520后 绝对是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在上面的蔡英文 或许她的骨子里面 蔡英文当然是走向一边一国的 但是蔡英文为了考虑到美国的立场 考虑中国大的立场 她会稍微比较含蓄一点 可是底下的那个动力 一直往前在走 这个东西就会让一个火车 它基本上会出问题的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知道在之前 所谓的这个克刚的时候 民进党又组织一些学生团体 但是现在这些学生团体 似乎有一点反噬的样子 在昨天的时候 就是反克刚的学生代表 来到民进党的党中央 呼吁说未来的新当局 要兑现选前的承诺 上课以后立即撤回克刚 并扬言说 如果你不做 我不排除说六月份再集结 这到底是民进党 自导自演的一出新戏 还是说一直在出尔反尔 民进党意外产生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请教一下郑教授 这一点就其实要续着 刚刚亚中的分析的逻辑 我不认为这是民进党自导自演 它没有必要 因为它现在已经完全执政了 今天这些年轻的学子呢 他们担心蔡英文会不会食言而肥 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了 这一些太阳花学运分子为主的 这群反克刚的学生呢 他们已经感受到说 民进党在很多问题上 开始逐渐有可能牺牲这一群年轻人的所谓的理想 这群的年轻人 譬如说当年他们强烈的反中 譬如说他们当年强烈的反对美国的猪肉进口 现在呢 美国猪肉可能我们民进党挡不住了 现在大家就在担心说 你蔡英文过去所承诺的很多的问题 是不是都会开始打折扣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些年轻的学生也觉得说 他们会不会被蔡英文出卖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今天民进党的这一些民意代表 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 当年在太阳花悬运的时候 你站在学生群众里面 高呼要打倒国民党 高呼要能够抵抗 抵制美国的牛肉猪肉进口 怎么今天通通都改口了 今天的这一群人呢 都躲到一边去了 不太敢出来面对媒体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学生 可以说是蔡英文自己养虎为患 当年蔡英文认为说 他用年轻人的力量 来打倒斗倒国民党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如果你蔡英文 在政策路线上 有任何摇摆的话 这一群年轻人就转过头来 来要求你要执行 过去你所做过的承诺 这个是民进党未来 恐怕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困境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 广告回来带您共同来了解 蔡英文是否会开放 台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美国猪肉进口议题持续引发争议 前台养猪协会理事长潘连舟怒斥 台湾养猪自有率达95%以上 自己养就够民众吃 不需要进口 而国民党日前也是召开 民进党又在演变脸 开放美猪诈骗台湾记者会 明代赖世宝质疑蔡英文 是否在选前的时候赴美就进行了多项的利益交换 包括同意美国猪肉进口 以及让美国使用花莲加山基地 美猪开放引发各界热议 前台养猪协会理事长 也是平东潮州地区养猪大户的潘连舟怒斥 既然美国境内开放瘦肉精 那他们自己吃就好 何必扯台湾人下水 潘连舟表示 台湾养猪自有率达95%以上 自己养就够民众吃 不需进口 若台湾无法做到清除产地标示 就不要进口 根据调查统计 屏东四养猪的投数与养猪户 约占全台的四分之一 以目前猪肉每公斤71至72元型台币计算 他预计开放美猪后 价格至少跌一半 将严重冲击台猪市场 影响屏东上万猪肉品从业人员生计 对于民进党在美猪议题处理上 似乎还没谈判就露出底线 台宪政机构负责人张善政表示 他可以理解民进党的压力 但从马英九上任以来 瘦肉精美猪问题就一直存在 我们挺了这么多年都挺住了 对此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在23号也指出 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当初的主张前后不一 国民党牛猪分离的立场很清楚 他欢迎马归菜随 但要求民进党为着势金飞 向民众表达歉意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郝龙斌也表示 对照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若今天弃手是对民众的政治诈骗 让人无法认同 另外在国民党日前召开的 民进党又在变脸开放美猪诈骗台湾记者会 明代赖世宝质疑蔡英文选前赴美 是否进行了多项利益交换 包括同意美猪进口 即让美国使用花莲加山基地 不可以再黑箱不可以再不透明 我们党的立场 零简出 赖世宝说 民进党之前一直说 不要黑箱要透明化 既然如此 蔡英文就应该出面讲清楚 当初赴美到底有没有具体承诺 当选后会开放美猪进口 以及让美国日后处理南海问题时 和让美国军机使用台湾基地 现在蔡已经当选 就请她替台湾人来解解忙 国民党在选前就多次质疑蔡英文这两件事 但蔡从来不回答 如今的准农委会主委曹启宏松口 要让美猪进口 更坐实了这些质疑 其实我们知道 民进党从选举开始 就跟美国跟日本方面走得很近 在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就被担心 会出卖台湾的利益给美国 现在民进党抛出来 这个所谓进口美国猪肉问题以后 国民党就提出来 这个要蔡英文马上说清楚 就是是否承诺 让美军机使用台湾的空军基地 那么蔡英文方面 有可能有这种考虑的话 有可能有这种考虑吗 如果有的话 台湾社会会允许她这样做吗 我们请教一下郑教授 就如同刚刚您所提到的 就是如果说在美军必要的时候 他愿意把加三基地借给美军 甚至于包含日本去使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台湾最基本的立场 是不是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 我们其实并不会亚裔有这样的传言出来 只不过说 蔡英文没有想过一点 当年美军撤出台湾之后 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默契 就是美国军队不可以再度的进入台湾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基地让给美军使用的话 那就是美国严重的违反当年这个基本的默契 所以我们必须说 蔡英文这样做 会让台湾陷入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处境 其实台湾没有必要做美国的马前竹 做日本的马前竹 但是显然现在看这个现象 美国猪肉的进口已经是一夜之秋 大家要注意 如果美国猪肉这一关守不住 那更不要讲后面这样一连串 接踵而来的这种挑战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东海跟南海问题上 是不是蔡英文会甘心去做 美国跟日本的马前竹 好 是否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 在被民进党抛出来以后 岛内是踏伐一片 首当其冲就是说 民进党是另类的政治诈骗集团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 民进党方面也赶忙给了一个说法 说过去那种是监督 现在这种是务实 好 那就针对这个说法 今天中国时报也就点出来说 那么如果是要走向务实 小英就是蔡英文下一步 要看什么呢 就是看两岸 如果说真的是 民进党自己标榜的这种务实的话 下一个观察点 必然就是蔡英文在520的就职演说 是不是也要务实一点 不用再用这种过去菜式语言 来打太极 含混过关 就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教一下 张耀忠教授您的观察 我认为他很难做到 我认为他很难做到 因为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很务实 他接受了九二共识 那就证明了蔡英文 都是一个骗子 也证明20多年来 民进党确定是一个政治的诈骗集团 他用反对九二共识来骗得了选票 但是他的困境又在于说 他如果不接受这个怎么办 两岸关系可能真的是基础就不牢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要注意的关心到说 他会不会去挟美国以致重 就在这个当他跟北京的关系搞不好的时候 他希望美国方面多给他一些抑注 那跟美国的抑注的时候 他又必须在美国的要求上 比如像美洲问题一样又要做让步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顺在一个圈圈里面 他其实已经困不出来了 困不出来了 因为困不出来就是本身来讲 他这个一开始他的逻辑就出了问题 一开始他反对九二共识 他本身来讲就不存在一个正当性的可能性 那为了要圆这个东西 他必须介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他必须让另外一个 他这样子让下去以后 所以我对于蔡英文的政权 我认为半年之后一定会出问题 他整个为什么 因为他的结构性出了问题 所以说您刚刚说会不会误实 我说他当然想误实 可是他误实不了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他想误实他误实不了 因为他原来是太多的骗老百姓了 他现在必须要一一的被检验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好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贵州警方23号宣布破获特大电信诈骗案 其中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17亿元人民币 据称是单笔涉案金额最高的电信诈骗案 诈骗集团由台湾嫌犯操纵 并在大陆统一招募话物人员发话机房 设在非洲国家乌干达 牵涉到超过20个省市 有180多起电信诈骗 目前逮捕了62名嫌犯 其中有10人是台湾人 贵州警方兵分多路 指导诈骗集团据点 现场一碟又一碟的100元人民币 钱多到得用行李箱来装 此案的涉案金额高达1.17亿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5.85亿元 据称是单笔涉案金额最高的电信诈骗案 被诈骗的对象是贵州某经济开发区的财务主管 去年12月该主管接到诈骗电话 对方谎称账户涉嫌犯罪 一个星期时间就转出1.17亿元人民币资金 据悉这1.17亿元人民币被分拆转到9000多个账户 最后都是在台湾领取现金 台外事部门已经向乌干达警方了解 目前没有台湾人因为电信诈骗遭逮捕 这些嫌犯应该都在大陆境内被抓获 台法务部门表示 大陆方面依照联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将案件通报台刑事部门 62名嫌犯中的九男一女为台湾人 大陆方面已经限制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 并请求协助清查这1.17亿元人民币的流向 根据统计数字 大陆这几年电信诈骗年均增加2到3成 其中以台湾人为主的境外诈骗案占了两成 试案金额是全数案件的50%以上 据报道 千万元以上的案件几乎都是台湾诈骗集团下手 包括贵州经济开发区被骗走近6亿元新台币 今年三四月在广东和山东 分别被骗走约七八千万元新台币金额 涉及两岸的诈骗案件又添一桩 似乎没完没了 有一组数据显示 涉及到两岸的诈骗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这一次是目前案值最大的一笔1.17亿人民币 那么台湾的诈骗犯在不停的骗 蓝绿之间在不停的闹 台湾的法治到底有人管吗 我们请教一下张教授 其实我们对于海外诈骗的事情 我觉得台湾老百姓也感到非常的痛心 尤其像肯亚案马来西亚案诈骗大陆的同胞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愤怒 而且我们认为说他们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现在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困境 它有三方有观察权 第一个是所在地的方言人 比如像肯亚 可是肯亚这个国家 基本上它并没有所谓的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规范 而它基本上法律也比较薄弱 所以它基本上没办法管 第二个就是大陆因为它是受害者 第三个因为台湾是一个当事人 可是台湾要审判的时候 必须要有法律的证据 换句话说台湾的刑法 必须你的受害者是在台湾 台湾的刑法才有办法去制裁你 所以说我们台湾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坦率来讲有非常高的一部分 希望这些炸西犯在大陆好好给它关一关 不要把它送回来 把它判完以后再送回来 因为必须只有两岸的联手打击犯罪 这样子才可以让整个法治 给它这个所谓的遏制住 所以我相信台湾 如果你今天做个民调 如果今天做个民调 我相信绝对超过百分之七八十人 认为这些肯亚跟马来西亚的炸西犯 它应该在大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 我对台湾老百姓的信心还是很强的 好 另外对于这一次的诈骗案 蓝绿的政治人物都有表态 绿营的明带就说 新当局未来要做沙盘推演 保障人权 蓝营这次比较清醒 表示了两点 第一要看蔡英文在520的讲话 是如何来讲的 第二对于类似的诈骗犯罪 误网误众 就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 郑又平教授您的观察 基本上司法在台湾独立性还是蛮强的 但是这里面又牵涉到了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是不是我们能寄望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呢 到现在为止 哪怕是绿营的人士 都还有人认为说 确实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司法互助 或许是未来台湾司法力量不足的时候 所能够寄望的一个康庄大道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如果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跟司法互助要能够持续稳定的推动的话 它这个中间有很重要的这个前提 就是两岸之间呢 它那个政治互信基础 九二共识 当年签这个司法互助协议 就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签下来的 那是因为我们两岸都认同是我们同属一个国家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蔡英文的520谈话非常重要 因为这牵涉到太多的两岸之间的协议将来能不能够持续落实 其次就是台湾对于未来这些诈骗犯的处理呢 其实台湾的行政部门你自己要想清楚 该要修法那么你就得要提案 那绿营的这些政治人物现在有一点为难的是 在前面那几天呢 他们做的政治秀过度激情 让人们以为他们在袒护这一些诈骗犯 现在为了要抵制中国大陆 所以呢演出来的所有激情秀 给他们自己有一点下不来台了 我想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现在大概相当后悔 这样子的结果呢 往往让他们陷入今天类似的政治困境里面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 谢谢贺南 我们继续来看台湾新闻 因为台湾桃园机场早前旅客量暴增 桃园机场公司原规划赤字20亿元新台币 修建智能航站楼 并于2018年启用以疏解人潮 但因为担心大陆游客缩减 而且航站楼的工程过多 台湾交通部门决定今年不再建设航站楼 从桃园机场第一航站楼走出来 就是一号停车场 这块地原本规划要兴建一座第四航站楼 也就是智慧航站楼 来缓解机场人潮塞暴的窘境 没想到台交通部门今年决定不盖了 目前机场两个航站楼容量早已不堪负荷 因此去年才会决定 要在第三航站楼完工之前 盖一座第四航站楼应急 预计2018年就能完工 初步规划兴建地上两层楼 只有五个停机坪 但航站楼采用科技化设计 也将规划为连岸航线专用 但最近大陆游客持续骤减 加上机场工程全卡在一起 像是华行道爆疆问题还没解决 还有第二航站楼正准备扩建 再加上第三航站楼的华行道迁建工程 台交通部门不希望机场到处都是工地 影响进出动线 因此兴建第四航站楼的计划才会临时喊咖 只是这机场人潮爆满的黑暗期 就得等到2020年第三航站楼完工之后 才能够改善 桃园机场公司高层表示 智慧航站楼不盖绝对是压力 但目前联岸政治情势未明 大陆游客如果持续缩减 机场压力会大幅减少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中棒环节 应文莱首相府部长兼外交与贸易部第二部长林玉成 柬埔寨国务兼外交国际合作部大臣布拉索坤和老挝外长的邀请 外交部长王毅于20号到24号对文莱柬埔寨和老挝进行访问 王毅外长23号在老挝表示 中方和文检老三国已就南海问题达成了共识 据新华社消息 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老挝会见记者时应询表示 我此次出访文莱柬埔寨老挝三国 与各方就当前南海局势深入交还意见 分别达成重要共识 这些共识概括起来有 一中方和三国都认为 南沙部分岛礁存在的争议 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 不应影响中国东盟关系 二中方和三国都认为 应尊重各国根据国际法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不赞成单方面强加于人的做法 三中方和三国都认为 应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四条的规定 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 四中方和三国都认为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通过合作 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 域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不是相反 就这话题 我们连线在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光谢刚 中国与文莱 柬埔寨 老挝这三个东盟国家就南海争议达成共识 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郭老师 王毅外长呢 和这个温老简这三国的外长达成的这个四点共识呢 意义是特别重诈的 第一条是这个实际上是打破了美国企图将南海问题东盟化 国际化的一个企图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 一直是在挑拨东盟国家这个抱团来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争斗 那么他坐山观虎斗 那么现在王毅外长和这个文老简三方的这个外长呢 达成这样的共识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企图呢 就落空了 第二个意义呢 就是为东盟各国今后在和中国处理南海问题上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什么范例呢 也就是说不受域外大国的这个挑唆 而是由当事国和中国面对面的来协商这个 这个问题 因此呢我想今后呢 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在解决南海问题上 还会达成一些像 与文老简达成这样的共识 第三个意义呢 我觉得就是为今后南海问题的解决呢 这个开创了一个正确的道路 使南海问题向着这个正确解决的方向来不断的演进 而不是现在像这样 这个东盟母系国家受到这个域外国家的巧缩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和中国这个发生很大的矛盾 这种现象 我估计这种现象会这个减弱 而向着正确的方向演进的这个趋势会得到加强 除了文莱柬埔寨老挝之外 其实还有许多国家支持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郭老师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这个支持 之所以会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 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是站着的 是正义的一方 美国这些国家它是输了理的 那么现在支持中国的除了我们刚才说文老简 除了印度和俄罗斯 那么实际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 比如说巴基斯坦 比如说非洲的国家 比如说拉美的国家 都对美国在南海 在远离美国的一个区域 要无央危 这个实行所谓的这种炮箭政策 是极为不满意的 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是认为是正当的 是表示坚确支持的 那么即使还有一些美国的盟友 现在也不是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比如说欧洲 欧洲很多是美国的盟友 但是在七国外长会上 日本和美国企图把南海问题 作为一个议题来强加于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不愿意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至少没有站在美国一边 至少想保持一种中立 也就是说从现在来看 真正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就是日本 还有像菲律宾这些个别的国家 除此之外 大部分国家都是认为中国的立场是正确的 好的 谢谢郭老师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环球网援引日本媒体23号的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 22号发布声明称 四架美国空军攻击机和两架直升机 19号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所谓的国际空域 进行了飞行任务 美军此举是否证明了美方声称的航行自由 是美国军机军舰所专享的美式航行自由 视频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盘盘视频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青林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样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我们继续今日重磅环节 环球网援引日本时报23号的报道 四架美国空军A10C雷电20攻击机 和两架HH60G铺路音直升机19号 在中国黄岩岛附近的所谓国际空域 进行了飞行任务 此外针对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 近日发表关于南海问题的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应谨言慎行 据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的22号发布声明称 四架美国空军A10C雷电20攻击机 和两架HH60G铺路音直升机 19号在中国黄岩岛附近的所谓国际空域 进行了飞行任务 这六架战机是在最近结束的非美联合军演之后 留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飞机的一部分 将进行空域及海域认知任务 人员救援和打击海盗 美国空军指挥官拉里卡上校声称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国际法确保国际空域和公海开放 这是十分重要的 国际经济取决于此 自由贸易取决于我们运输货物的能力 此外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21号在越南称 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地 加快建设军事前哨等行为 加剧了地区紧张 他还质疑中国的意图 称美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 开展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花春莹22号指出 美方不是南海争议的有关当事国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在南海问题上 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谨言慎行 为直接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 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营造良好的氛围 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发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 而不是相反 华春莹重申 中国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 部署必要适度的国土防御设施 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是形势根据国际法享有的 自保权和自卫权 无可非议 中方也一贯尊重和支持各国 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 航行和飞越自由 但是我们同时也坚决反对 有关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 来威胁和损害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 就这个话题 我们继续连线在线上的郭建刚先生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 美军六架战机于本月19号 在中国黄岩岛附近的 所谓国际空域 进行了飞行侦查 他们宣称 这是为了确保国际空域和公海开放 那么请教郭老师 美方声称的航行自由 究竟是各国依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还是美国军机军舰所专享的美式 航行自由呢 实际上美国所谓的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 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呢 由于我们知道南海自二战结束以后 到现在在货物货船通行方面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都是自由航行的 自由航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现象 那么美国非得要把它说成是一个问题 我说一说它是个伪命题 那么美国之所以这样做 实际上它是想在借南海问题来打压中国 给中国找麻烦 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 因为现在中国正在崛起 美国很担心中国崛起以后 会取代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因此美国的这样的做的目的 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 那么它这样做的手段 是采取一种所谓美式的 这种横行的方式 来向全世界表明 它是在维护南海的自由 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 另外我们知道 此次参与飞行侦察的是 四架美国空军的A10C雷电二式攻击机 和两架HH60G铺路因直升机 但实际上在菲律宾附近的海域 进行空中巡逻对于A10这样的笨拙飞机来说 可以说是一次罕见的海上任务 美军为什么还要用它来执行海上巡逻任务呢 它出现在这里说明了什么 美国干预南海的方式 现在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和菲律宾这些国家 包括加汉日本 来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 联合军事演习 第二个就是它自己巡航 那么第三个是它加强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 包括在菲律宾加强它的军事基地 那么与此同时 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秘密 公开的原因 那就是想借此机会 向这些国家出售军火 我们知道美国的军工集团 在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们对美国的政治通过金钱 对美国两党都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有的时候能左右美国国内的政治 那么现在南海问题被他们炒作起来以后 他也觉得是一个推销它军火的一个大好时机 那么推销军火 它并不是把它最好的武器系统卖给这些国家 而是把它一些即将淘汰的不适应的武器 干脆处理给这些国家 我们刚才说的A10就是属于这种武器 那么为了处理给这些国家 卖给这些国家 它要在这巡航一下 看看飞行一下 你看这个武器还是能够使用的 你们买吧 实际上说穿了美国这样做炒作南海问题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制衡中国以外 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是向这些国家推销它的军火 来赚取军火利益 好的 谢谢郭老师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我们进入盼盼视频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今天是首个中国航天日 根据了解今天全国各地开展系列活动 包括中国航天日论坛和科学讲堂 科普展示 航天公众开放日 院士专家进校园等 杨立伟 费俊龙 聂海胜 翟志刚 景海鹏 刘旺 张小光 刘洋 王亚平等9名执行过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通过亲笔送祝福的形式 庆祝中国航天日 祝福我国航天事业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航天日为何选在4月24号 根据相关部门人士说明 1970年4月24号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由此国家把这一天设为航天日 如今中国的航天事业正蓬勃发展 比如今年将发射的天公二号空间实验室 和神舟11号载人飞船 探月计划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 并祝愿祖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 还是太空探索方面的消息 24号哈勃空间望远镜迎来了26岁的生日 日前欧洲航天局发布了一段 根据哈勃望远镜所拍照合成的 气泡星云震撼视频 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个被命名为NGC7635的气泡星云 距离地球大约是8000光年 位于先后星座 它独特的气泡形状是因为高温恒星猛烈 向外喷射气体层形成的 不过天文学家目前还在探讨这个完美的圆形气泡 是怎么形成的 哈勃空间望远镜是以著名天文学家 美国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 爱德温哈勃为名 在地球轨道上 并且环绕地球的太空空间望远镜 它于1990年4月24号发射升空 成功弥补了地面观测的不足 帮助天文学家解决了许多天文学上的基本问题 是天文史上最重要的仪器之一 我们期待哈勃作为人类的千里眼 能让我们看见更多未知的太空世界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根据新华社援引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日前再次成功发射前射导弹 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日前指导前射导弹发射试验 报道没有提及发射时间和地点 金正恩表示 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朝鲜核攻击力又有所增强 朝鲜海军水下作战能力得到了显著的强化 今后朝鲜可以在任何时候对韩美进行水下的攻击 金正恩说 为不断强化核攻击手段 朝鲜国防科技人员要继续进行科研工作 践行朝鲜劳动党以核制核的战略思想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3号表示 韩军正在密切关注朝军动向 但参谋部没有透露朝方试射前射导弹是否成功 朝鲜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应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纳达尔23号晚间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做出坚决和统一的反应 使朝鲜以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方式 放弃其弹道导弹计划和核计划 纳达尔说 朝鲜进行前射导弹发射试验 是新的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法国呼吁朝鲜立即停止这些挑衅行为 另外根据中新网报道 23号朝鲜外务相李朱雍表示 如果美韩停止每年在朝鲜半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愿意以停止核试验作为回应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概念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会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概念 感谢您今天的视频